毕利州大臣拿督斯里·阿莫费沙新任动议 昨天在州议会被推翻之后 州政权再度陷入宪政的危机 毕利州苏丹·纳兹林莎殿下 今早先后召见了在野的西蒙三党州领袖 以及传闻中的新任大臣人选 也就是国阵间巫统毕利州联委会主席拿督·沙拉尼 听取各党表述立场 接着王公明天也会传召巫统全国主席 拿督斯里·阿莫扎西入宫汇报实况 今早10点45分 民主行动党毕利州主席兼后廊州议员尼克敏 人民公正党毕利州主席法哈斯 以及国家诚信党毕利州主席兼曼瑞州议员拿督·阿斯穆尼 出发到禁打行攻 禁见毕利州苏丹纳兹林莎 大约11点35分 三人同步离开 没有对媒体发言 随后传闻中的新大臣人选之一 同时被视为霹雳州巫统旧派代表的 割打蛋板州议员拿督·沙拉尼 也在11点37分单独入宫 禁见苏丹 沙拉尼在中午12点05分左右离开行攻 至于另一名盛传 也有机会出现的巫统龙古州议员 拿督·沙鲁沙曼则不见踪迹 霹雳王室理事会成员 拿督斯里·安努亚·在尼 事后受访时解释 苏丹召见各党领袖的目的 是要了解各政党领袖的立场 另外 安努亚在里也透露 苏丹将在明早10点召见乌统全国主席 拿督斯里·安莫扎西 据他所知 各政党都在积极讨论新大臣人选 包括乌统也会在今晚召开特别会议 至于目前 是否有任何政党宣称 已获得多数议员支持时 安努亚认为 这个问题应该交由各政党领袖解答 马新社电视采访报道